第一條是計GNP和GDP的分別 計GNP的時候要DEDFM 即是GDP要減些什麼才等於GNP 減些什麼呢? 我們首先找回GDP如何才能去到GNP 一個是本地的生產 一個是我們自己的國民 GNP 我們自己的國民 自己地區裏面的人生產 變成自己的國民 那些國民在全世界所有地方 所以我們就要加回Factor Income from Abort FIFA 在海外收入 再減一些Factor Service Factor Income Factor Income to Foreigner 本地外國人在我們賺的錢 我們要減出來 因為它計算了GDP 是本地RPU 但它又不是GNP 不是我們國民 所以我們減出來 即是問哪一個就是這個 本地外國人收入 本地發生 第一個 Dividend 股息 提供了資金時候股息 所以這些是計算的 Dividend interest Return 這些都是計算的 提供了Capital出來的回報 一些Surface Charges 你可以這樣理解 好了 是香港公司的 香港公司好像在香港 看看是誰給的 這筆東西 是日本仔 他在英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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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會計算香港GDP 但是不計算香港GNI 所以這個 就應該減出來 就是本地的生產 但是是外國人做的 那我們減出來 就對了 好 BCD 那為何不用減呢 不是減呢 我們看看 B Rental Income Earned by Hong Kong Visiting from His Property in US 這是海地的收入 應該計算的 計算到自己本地的GDP 計算到自己本地的GDP 那裏 所以本身也計算了 那裏 那裏 也是我們的GNI 我們是國民 那裏 不需要減 直接在裏面 C 那裏 一個外籍老師 來香港做事 因為是外國人 來香港做事 那裏 首先他請那個人 是香港本地RPU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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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 那裏 不屬於本地人 Resident 這個身分 我們計算到GNI 好了 GNI 那個本地人的身分 我就要他在裏 有一個intention 去做12個月 大概12個月就可以了 因為他做兩年合約 那裏 就是當是Resident 所以GDP 和GNI都算 不需要特別處理 好了 不過 Donation 捐款是不算的,沒有 production 給你舊東西 所以兩個都不算的,所以又沒有答 不需要你了,所以這個就 好,那答案回A